今早,数名警察在Queens Park和示威者谈话,但没有逮捕任何人。 示威者表示,占领多伦多行动每周都在发展壮大,因此他们将Queens Park作为示威活动的第二地点,方便活动的扩展。 由于Queens Park和省级立法机构相邻,市长福特和多市警察对该公园没有绝对的管辖权。 多市警方将在和Queens Park的省府官员交流之后,再决定是否采取任何行动。 示威者还表示,他们将占领行动扩展到Queens Park,是考虑到这里不但暂时不受多市警察的管辖,而且对当地居民和商店的影响较小。